這裡是什麼補習班 這裡是我們的 直播學院補習班 男朋友一般補習班那種 答錯會被打的嗎 我們一定打 所以會考試嗎 考 然後考完才扣錢 扣錢 然後再這樣打 還要打嗎 是這種不正經的補習班嗎 我聽起來不太對 所以他把他專業代入到他的直播裡面 你知道老闆給你的評價是很有用的 他早上不是說嗨 他也是嗨嗨 嗨嗨 你也很會模仿 有的主持人耶 可是客人跟你講說有正常講的 我倆都提一下 這個一定要回答 一點點我都想注意了 來了 你覺得有嗎 我想確認到有否定的答案 不要留任何余地對不對 我可以提到一下 你有遇過留一個你真的是想講的 有 我有遇到一次 因為我曾經有賣過洗髮精 對 哇 想一下 還沒有講故事 這一段先剪掉 沒禮貌 還沒講貌 你們就是酸民 對不對 這種笑就是酸民 對啊 他說光頭為什麼在賣洗髮精 哇 他沒講錯啊 我還沒扒下去 從他直播到現在 我們從來沒有套罩過 一次都沒有 他每一場只要做完地下都是濕的 沒有 漢啦 漢掉得滿地啊 他好像很濕的啦 張琳 張琳 這是不是就是你會打卡的臉 沒有 其實已經找到這個角落了 所以版面這一塊通常是做什麼用的 女裝 然後就在那邊穿搭 穿搭 然後會好幾個model 然後會一起換 然後換的時候 然後不在直播那個畫面裡面啊 我會這個 能看嗎 這是怎樣 你可以問 你可以問珍琳可會看嗎 這邊是我主要創作 一萬銷售人 一萬耶 一萬耶 哇 不是你這個燈完全就是一個 專業攝影棚的感覺 這是攝影棚的感覺 以風水來說 其實你這個位置真的擺放很剛好 然後走到他有在左邊 這個代表我們的龍邊 龍邊 對 所以我們會希望我們的龍邊是高的 右邊是虎邊 左青龍 右白虎 那哪邊是牛邊呢 牛邊 欸 前面人家都出去欸 出去 我會這樣選我 我的心態翻 OK OK OK